在带您看到112年玩意列车艺文体验系列活动 28号则是来到新城乡原住民文物馆表演 并邀请艺术满城乡街头艺人杨元庆和小丑剧团 精彩热闹的演出和新城乡内的大小朋友共同参与 让假日的时光成为富有教育意义的亲子时间 观音室文化局主办的玩意列车艺文体验系列活动 连续第三年登场发与中期将陆续邀请县内9个表演团体 建立开进7个乡镇 带来20场精彩表演节目以及6场体验工作坊 让全县乡亲能够参与同乐 28号由艺术满城街头艺人杨元庆和Mr.Yes 小丑剧团洗手打头阵 剪锦先任将原住民文物馆演出 其实等一下呢我们节目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先由小丑剧团来做一个演出 大概一个小时的一个演出 那等一下呢世界溜溜球冠军杨元庆 他会在外面的那个半圆形的一个舞台 来做一个展演 到时候大家可以出去看 那到时候会场里面可能就不会拥挤 到时候呢大家给他们的掌声呢 这个越加的热烈 我相信他们的演出会更加的卖力 王冠军表示前年即便疫情严峻 仍在严谨防疫下顺利手办玩意列车停看厅 规划艺术下乡及艺文体验系列活动 画链机前辖场 透过下乡展演 不仅可以让艺文资源带入各乡镇 也平衡城乡艺术资源差距 以及推广艺术人文教育 透过定点展演 让乡亲住进可以参与 精彩任务的演出 和星辰相类的大小朋友们共同参与 让假日时光成为富有教育意义的亲子时间 记得请我们先要导